日本現在持續排放了是核廢水 當然整件事情還是余波蕩漾 而且呢喊的最大聲 抗疫聲浪最強烈的就是中國大陸了 而現在呢中國大陸的國務院總理李強 也出席了東協以及中日韓10加3的領導人會議 他在這個會議上就說了 日本啟動排放核碎水以來 其實呢中方最高的回應層級就是李強 他認為說日本應該負責任的來處理 福島核廢水的問題 而且呢在這個會議之前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跟李強見面了 而且呢據傳雙方是有接觸 而且交談 交談的內容就是針對中國大陸 目前還是禁止日本的水產品進到中國大陸 很希望他們可以撤銷這樣的禁令 這是因為呢其實現在整起事件還有禁令 已經對日本的水產造成了非常大的危害 根據一些相關的資料顯示 現在在日本扇貝的價格 大家很喜歡吃扇貝干貝等等 這些產品 生鮮的產品 在日本的價格已經明顯的崩跌 如果你去豐州市場的話 工程縣生產的扇貝 大概每公斤是550塊 到台幣的770塊之間 這價格跟去年相比已經下跌了三成之多 這是為什麼日本政府這麼緊張的一個原因 而且呢在東協峰會開始的時候 中國是由國務院的總理李強 代表習近平出席 會中李強也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碰面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要討論水產品的問題 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強 代替習近平出席在印尼舉行的東協峰會 這是李強上任後首度訪問亞洲國家 現場和印尼的總理做客位握手 大合照時 李強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同框 這也是日本排放福島核廢水後 中日兩國的高官首度會面 兩人是否會單獨會談 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 而李強之後 還將代表習近平參加G20 外媒分析這代表李強深受習的信任 此次拜登的缺席也讓外界質疑美國對該區域的承諾 畢竟東協峰會開幕前 大陸公布最新版的地圖 將南海主權爭議地區全部納入版圖 才引發了東協多個成員國強烈抗議 另外就在意大利評估要退一帶一路 北京急切未留下 全長142公里 連接印尼首都雅加達和萬隆的 雅萬高鐵完工 這是中國技術製造東南亞首條高速鐵路 也是大陸一帶一路計劃 在印尼的指標工程 TVB的新聞李黃龍 陳湘如綜合報導 好 另外一個國際場合 我們要討論的是G20 現在習近平是確定不出席 但是他產見的不出席這樣的動作 其實也讓大家覺得 是不是跟印度還有美國 有更多相對抗的一個訊息釋出 尤其現在美中的僵局問題依舊難解 原本大家期待在G20這個會議上 可以看到拜習會登場 但現在確定留局 所以接下來11月的APEC 有沒有機會看到這兩個人同框 而且同場這個會面呢 這也是大家期待的一個狀況 另外還看到是中國跟印度 過去常常有邊界的問題 還有印度現在比較親美 是不是也讓中國大陸決定要給印度 也就是這一次G20的主辦國 一個軟釘子 這也是呢 其實大家可以持續來觀察的 而現在包括我們說印度想要爭取的 就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個領導地位 是不是也跟中國大陸呢 有些較勁的情況 而現在美國總統Joe Biden 即將要開啟他的亞洲行了 他要去哪兩個地方 一個是印度 再來呢其實就是越南 雖然第一夫人急而確診 在白宮表示說拜登總統 現在呢身體是OK的 所以還是會照常出席 那這一次除了參加G20之外 還有跟越共總數據 軟負重來會晤 要架構的是更完整的 抗中聯盟 美國第一夫人急而新冠肺炎 確診症狀輕微 總統拜登將在星期四前往印度 出席G20峰會 接著訪問越南 一旦確診可能影響出訪計畫 拜登將在8號和印度總理莫迪進行雙邊對話 9號10號參加新德里G20峰會 接著轉往河內 和越共中央總書記軟負重會晤 在拜登之前 副總統賀錦麗已經抵達印尼亞加達 今天和印尼總統佐科威會談 出席美國東協峰會 明天參加東亞峰會 賀錦麗將重申美國支持 依循國際法的航行飛越自由 以及和平解決海事爭端的立場 討論議題 韓瓜人道和地緣政治挑戰 包括緬甸危機 俄乌戰爭 北韓威脅和東海 南海 台海的緊張局勢 拜登政府在印太地區強化夥伴關係 以抗衡中國影響力 要親美還是親中 東協國家有分歧 菲律賓和越南試圖跟美國 建立更緊密關係 柬埔寨則堅定靠向中國 拜登不去印尼選擇到印度和越南 引來部分領袖 又質疑美國對區域的承諾 TVB新聞嘉輝 美國華府報導 剛剛我們提到G20這次的主辦國 就是印度了 所以說美化世榮 當然是主辦國非常重要的一個任務 但現在大家想說 印度過去有很多的平民窟 但難道他們解決問題的方式 解決平民窟的方式 就是像Photoshop一樣 直接把它一件清除嗎 因為現在G20馬上就要倒數登場了 現在印度竟然是直接把這個 首都的平民窟移平 因為像是這一次的主辦的會長 其實大概距離500公尺 就有個平民窟 原本大家這些居民想說 也許可能有機會撈到一點好處 或是可以把他們有一個好好的安置地方 但沒有想到竟然是直接怪手開過去 把他們的家給拆了 從4月份到7月份的時候 新德里至少有49次的傾差 而且逼這些平民 他們本身就已經是中下階層的民眾了 還要他們找新的地方住 不過針對這一次的爭議 印度官方是怎麼回應的 他說本來這些人就是違建 而且沒有住在規劃的地區 將就1350萬人 以印度市內2000萬的人口來說 這個數字是非常大的 而且他們的住房城市事務的部長就說 他們收回的是政府的土地 這些人本來就是違建 所以拆遷是日常的工作之一 怪手推倒磚牆 幫老房子記錄最後影像的屋主 再也忍不住傷心的哭了出來 在這裡生活了40年的回憶 也隨著挖土機的蟬斗 一點一點化為灰燼 屋主的女兒在鏡頭外安慰著母親 希望她保重身體 因為他們只是成千上萬 失去家園案例中的其中一戶 當國立法會出現 新的地區 他們不會看到一些 的沙漱 那會有在路上 而是他們會看到 這 雙方的圍牆 那是一部分 大小的美化 秘密的壁 那些人說 他們會被困難 在這裡 在這裡 他們說 讓人家養 要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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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迫迁走的住户还留在原地寻找可用的东西 前来维护秩序的远景则是拿着井棍站在一旁戒备 无可奈何的住户只能含着眼泪 看着平日为自己遮风挡雨的住所被誉为平地 负责拆迁工作的官员表示 这些建筑物都是违法搭建在公有土地上 而且从4月1号开始 政府就已经执行至少49次拆除工作 同时安排住户迁入新家 但是CNN记者却从法院的文件中发现 政府的承诺到现在还没有实现 印度人权团体 以至于政府是为了面子问题大喜太平地拆除贫民窟 而且又没有提前告知居民 让他们有时间另外寻找其身处 不过官方则提出反驳 指称在这座拥有2000万人口的城市中 有很大一部分民众居住在未规化地区 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根据2021年的统计 人数已经超过1300万人 尤其高等法院已经作出判决 裁定搭建违法建筑的民众无权占用公有地 同时要求他们必须在5月底全数签出 政府只是依法行政 根本和集团体峰会毫无关联 距离会场大约200公尺外的一处拆除区 贾阳丽和她的丈夫正在寻找自己留在这里的家当 她说原来在这个社区的住宅杂货店和餐厅全部被拆个金光 她听说政府正是为了集团体峰会的缘故 才把所有居民全部赶走 但是她和丈夫没钱没事 即便感到非常生气也无可奈何 失去房屋的两夫妻 现在只能在路边搭起检疫的棚屋栖身 一边做着茶饮生意勉强过日子 和贾阳丽夫妇遭遇相同的还有酷马一家 但情况更糟糕的是 家没了连孩子的受教权也出现问题 一边是生活窘迫的社会底层民众 一边则是行使公权力的执行机关 两边的苦衷却不见政府提出两全其美的方案 反而成为印度风光举办G20峰会下 一道难解的社会问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